歡迎大家收聽雜誌背後 我是阿包 我是Janice 我是阿昇 大家好 這星期有我們三個人一起做這集的雜誌背後 首先問問大家 不知道大家上星期有沒有收睇我們有關於7.214年的報導 其實就是我們三個 基本上是整個新聞廳四個人都有份下水 我們今天就一起聊一下我們做這個7.214年報導的那種種的苦惱 和那種困難在哪裡 首先問一下 我們其實整個機構好像五月底六月已經開始說 今年都要做7.21的 應該是六月的事 我想問一下兩個 就是Janice和阿昇 那時候聽到要做7.21的時候 當下的反應和感受是怎樣的 都知道一定要做 但是不知道怎樣做 是啊 因為主要是7.21四周年 然後就要找一些新的東西出來 找新的東西是一個非常大的挑戰 還有六月的時候很多其他新聞都要處理 例如是法修例 例如是六四等等 其實我們處理一些很忙碌的階段的時候 又要開始想定7.21要做些什麼新的東西 其實就非常之大壓力 我一直都想不到 不是很想到可以怎樣做 或者是怎樣發現到一些新的東西 然後有一點覺得 都是之後再算了 7.21都沒有那麼快到 但是拖著拖著就已經到七月了 再拖著拖著又過了一個星期了 就是這樣 最後就是很不幸地 我們就委派了Janice 幫我們做人物訪問的工作 其實好像我們那時候 我也要承認的 我們好像沒有什麼頭緒 所以也很理想當然 就是找回一些在7.21事件裡面 肯接受傳媒訪問的兩個商社 就是廚師蘇生 和公民記者Galileo 就由Janice負責去訪問他們 那時候你知道要訪問他們 或者真的到訪問完 開始寫他們的訪問故事的時候 有什麼觀察或者有什麼掙扎嗎 很坦白說他們兩位都是很好的受訪者 就是很肯去跟傳媒訪問 還有他們基本上真的有問必答 但是最大的困難就是 因為我們要找一些新的角度 因為每一年 每個都是找他們去訪問 還有大家都會 就是他們每年都會說些話 他們也很坦白地說 就是對於7.21這件事情 都沒有什麼新的進展 譬如蘇生為例 她說她的想法真的跟去年都差不多 Galileo也說 我的想法也是跟前年差不多 在這個時候 要去找一些他們新的想法 或者說7.21的新的進展 是極度困難 可能去到埋稿的時候 就是我最大壓力那時候 因為我那時候 其實也不太想到 到底我可以怎樣去寫他們一些新的東西 例如他們新的生活 但是譬如他們新的生活 好像跟7.21的事情 又不是太相關 在想怎樣去落筆寫他們兩個的時候 都花了很多的時間 還有我那幾天真的 要交稿 但我真的很想拖 但我知道不能再拖 知道自己不能拖 但又覺得 那條稿真的好像不太行 又說不到他們好像很新的東西 但是寫出來 至於寫出來就覺得很劇 但當然最後都出到街 但是在過程之中 就非常掙扎 在怎樣去寫他們兩位 和7.21的時候 那種壓力其實來自於哪裡 我覺得壓力是 我自問 我自己也覺得 7.21應該要做些事情 但是我覺得自己做得不夠好 在這件事上面 所以壓力就帶在這裏 好像覺得 沒有好好地 在7.21的這件事上 貢獻到什麼 這是我結束的訪問 和結束的故事 就是有一個很大的感受 阿星呢 阿星你的壓力主要有來自於哪裡 我的壓力 其實 主要是想做好一點 都是 跟之前說的好像沒有分別 就是 希望 第一件事對得住讀者 我們不斷說想找新的東西 為什麼我們會想找新的東西 其實 這個是做新聞一些執著 不知道是不是 因為你沒有新的東西 都不算是新聞 你找回以前那篇報道出來 你再退一次 都沒什麼意思 讀者也不是想看到這些 所以在這方面 我們就很努力 但是 去到很後的階段 都好像 不是很見到有些新的東西出來 所以這種壓力 就越來越大了 就是 到出稿的日子 就越來越大了 那就 唉 都很幸運 最後都能完成 嗯 還有我們其實剛才也有提過 就是 我們好像認住讀者 是對我們雜誌社有個期望 是覺得我們要做些事 可能沒有人對我們有期望 是 歡迎大家留言 無論在YouTube 或者Email 或者Facebook 我們都可以 大家對我們有沒有期望 其實本身 就是 我有時都會想 會不會是我們自己 給了一些壓力 自己 即是覺得 非做不可 或者不可以缺席 嗯 或者 是咯 是咯 是不是我們想得太多呢 這個 人家對我們有期望 這件事是哪裏 嗯 可能是人家對你有期望 極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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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因為 你之前也做了很多 7月1的報道 嗯 大家也會想提 你來到這裡一定要做 你會不會有這種感受 都會的 我覺得 譬如紫樂 紫樂不在這裡可以說他壞話 哈哈 紫樂就會說 嗯 大家都應該會有些期望 就是覺得我們今年也一定會做的 所以都是一定要做的 我覺得 我對於一定要做這件事是無懸念的 我覺得 即是我們很早都覺得大家都要做 即是一件不應該放棄報道的事 至少大家一定有一個共識 但對於怎樣報道 我想就是大家最要棄的位 當然就是 我有時也會想 是不是我將一種包袱帶進來 就是 不知道為什麼大家會覺得 因為我 也是因為我間接和7月1有關 所以就很理所當然地 你沒理由不做 並且你沒理由做得不好 而且剛才我們也有談 好像在談的過程中 好像我們也帶不到大家去走出那個 我們的盲點 或者我們也一直在一個很小的範圍裡困住了 沒有去想怎樣探索一些 可能會不會有更多的受訪者 或者一些另類的角度可以探索 而事後想 好像有很多事情都做得不夠好 你大不大壓力 我大啊 我上個星期大啊 看不看得出我大壓力 哈哈哈哈 有沒有看不看得出我大壓力 應該整個新聞室都很大壓力 是吧 上個星期 是 我是覺得大的 睡得少 是真的覺得 我上個星期每天都回去晚上 可能會睡覺 突然想起一些事情 明天應該要這樣做 會這樣 或者 是啊 有時我是會睡得不好 因為 尤其譬如 後期 我們一會兒可以說 我們找到一些新的閉路電視片段 其實幾晚都看得很晚 我不知道大家看片有沒有這樣的感覺 最初還沒找到新的片 之前就在看舊的片 看看會不會找到什麼靈感 或者線索 我覺得每次看那些片 本身都是一件 可不可以這樣說 挺煎熬的事 是的 還有我們那種看法 是很逐秒看的 即是你是 評論一次 所有當日最暴力 和最恐怖的事 通常晚上就會睡得不好 因為我就是那種 晚上看完一些很刺激的東西 即是 或者比較刺激的畫面 會有一些畫面 在腦袋裡閃過 即是不是那麼容易睡得著 我不知道阿星有沒有這個 有啊 是的 我那幾天看完那些片 我走過西鐵站 看到那些人穿白色衣服 我也有一點 我不知道有什麼感覺 有一點點滴滴的感覺 是的 Janice 也好像說有 你七二一當日去元朗站採訪的時候 我是 我沒有他們看得那麼密 但是我去到西鐵站 我覺得怪怪的 主要感覺就是怪怪的 因為我自己本身都住那頭 都不是那頭 都是住元朗 但平時我在元朗出入 都不會覺得可能是不安全的 但我那天去採訪 都有點覺得 好像有點不安全 好像 有些人可能大一點 又穿白色衣服 然後你可能又看到他在元朗站 出出入入 或者在那邊走 其實人家也知道是經過 是市民而已 都會在那裡想 他是不是那時候有份 他有份私集的呢 然後又在那邊害怕 但是 都是 可能我覺得是我 Stereotype 了別人 對不起 對我對不起 他應該只是老人而已 是 所以我可能這樣 他概括形容 就似乎上個星期 其實我們都是 在一種很龐大的壓力 大家都不知道怎麼描述 那種壓力的情況之下 寫稿的 或者訪問的 可能已經是 不知道怎麼寫稿 看片的 又會覺得 晚上睡得不好 還有 看也只是個開始 我們都要解釋一下 轉捏點 就是 其實這次的報道 我們找到一些 叫做未曝光的元朗站 的閉路電視片段 其實都來得比較遲 其實在剛才我們說的 那種 煩惱了一段時間之後 我想我們在比較後階段的時候 就 真的有好心人幫助之下 令我們有一些新的線索 拿到片段回來之後 阿升 你就要負責看片 你當下的情況是怎樣 可不可以解釋一下 我第一次的反應就是 蛤? 竟然是我 因為那時候 我還有其他工作在手 剩下一個星期 就 七二一了 但是 我就要開始看很多很多 不同的CCTV 那時候 我有點不知道怎麼處理 因為 第一次看這麼大量的片段 其實也不是太大量 但是也有些數量的片段 做的過程是我覺得很開心的 因為 我自己很喜歡在資料裡面 找一些故事出來 就像之前做工商報道 都是在判刑的數據裡面 找一下會不會有什麼發現 突破 這次 閉路電視片段對我來說 都是另一種的資料 在這些資料裡面 可能會看到一些特別的東西 但是做的時候 就看到 那些片段很蒙 同意 有時候就 例如月台那些片段 就一批東西 看到它不停地動 但又不知道在做什麼 剔頭兩三次 其實都是逐秒看 然後就覺得 在看什麼 我當時想認識別人 其實是完全看不到樣子 然後就開始想想 究竟是怎樣看的呢 那些片段 開始 都是逐秒看 然後就 打完我看到什麼 例如有什麼動作 有些是圍偶的 有很多這些場面 然後就 描述一下有多少次 這些場面 在哪一秒 哪個地方發生 那數下 究竟總有多少次 那特別提到 就是那個 監警會報告裡面 特別提到一點 就是講第一場衝突 我們在編報告裡面 都有提到這個 重組這個詞 我們就看到 他說 第一個女子入閘之後 那個白衣人就追進去 就追著那位女子 又有另一個 持雨傘的女子 就用傘打白衣人 就令到這個白衣人 轉追這位女子 我們就看到 其實那些片裡面 好像有那位 慈散的女子 又沒有用傘打白衣人 又沒有這個動作 那是不是 跟監警會報告不符呢 那這件事 我覺得是 比較新 和比較突破的 這個項目 但是 那時候那個 困難的位置就是 我們怎樣判斷 我們真的 看到她沒有用傘打白衣人 我們有沒有盲點 有沒有第二個位置有閉路電視 我們是 拿不到那些片 然後 那是否那些片 又夠清楚去判斷 她是沒有這個動作 我又真的 不敢肯定的當一刻 大家都看過很多次 然後就好像 看到 她沒有這個動作 然後我們再分析一下 監警會報告她的寫法是怎樣 她的文句排序就是 她用傘打白衣人 然後那位白衣人 轉追她 其實 轉追她之後發生拉扯 又算不算用傘打白衣人呢 她的情況是否由 用傘打白衣人 引發這場衝突呢 其實 最後判斷就 不是啦 我們就判斷 所以就寫了這個 跟監警會報告不符的這個位置 我記得那時候 我們內部也討論了很久 究竟這個位置 究竟 怎樣去作一個判斷 我覺得看閉路電視就是這樣 因為那個片段不懂得說話 她不會告訴你 她就是呈現某個部分的視覺 給我們看 所以當我們看到那些畫面之後 其實一定是有主觀判斷的成分在裡面 但是我們容許我們的主觀判斷去到什麼呢 尤其我覺得閉路電視很困難的一件事 就是她只有畫面沒有聲音 有時候如果有聲音的話 可能事情又會不同 對不對 她究竟當場有沒有說話 有沒有語氣 可能會幫到我們 但她就真的沒有 還有就是閉路電視有沒有盲點 她有事夠不夠清晰 這些其實都影響著 究竟我們怎樣去寫那個報道 我也記得我們其實幾個人 是討論了很久 我想是討論了 就這件事也討論了一天幾兩天 就是一直說究竟怎樣做 最後我們就覺得 用了一個比較恰當的方法 就是嘗試都用一個 如果監警會 當然我們不知道監警會 當初她怎樣讚舍這份報告 令她得出剛才阿昇你說的結論 但是我們如果是用她的視覺去看 究竟在過程之中 有沒有什麼位置 是我們現在看到 令她覺得她有用詞 散打白衣人 我們在那個位置 嘗試描述得仔細一點 所以呢 可能一般人未必明白 為什麼我們要寫到 她一到的雨傘指向 指向那個白衣人 或者有個背著白色背包的男子 我們也有討論過 究竟是否一個小孩 看身形好像一個小孩 但我們也未必敢說 她是一個男孩 因為我們真的看不到她的樣子 也不知道她的身份 所以在這些位置 我們好像是一個很小的段落 我想那裡其實是百多字 我記得過了很多 因為當時我去看CCTV比較少 但很好 因為這樣是很重要 一個新鮮的眼睛 然後我帶我去看初稿 然後第一次看字 心想很難消化 到底在說什麼呢 但是我後來再配合CCTV 看回到底我們怎樣去描述 我們用什麼字眼 才可以描述得夠精準 所以就是連背包男 我記得背包男 可能我們也是用了一些方法 因為其實最初是描述她是白衣男 但是白衣男有很多 而且如果她用白衣男的話 我第一次印象 我就覺得她真的衝進去打人 那些人 但是後來她們再給CCTV我看 原來她好像似乎在鏡頭裡面 看不到她是有份詩集的 那我們可不可以用白衣男去形容她呢 好像如果我們說她是白衣男 又不是那麼好 那一刻的想法是 因為在我們的文章裡面似乎 白衣男的一個字眼 會給人一個既定的印象 就是她們是有份詩集的人 所以我們可能就是一開始寫了她是一個身穿白衣 背包的男人 然後後面我們就描述她是背包男 所以是連一個這麼小的文章 我們都談了很久 但是我也覺得這個小心是很必要的 因為我們有這個資料 但是我們真的要很小心地寫出來 因為如果一寫得不好 我都會很怕誤導讀者或是怎樣 所以我也覺得這個過程是 都學到很多東西 就算我在這裡的參與程度 也不算很高的話 因為這個就很反映我們其中一個 覺得困難的位置就是 我們拿到閉路電視片段 由於我們也是一個網站 我們會有文字報道 我們會有影像報道 我們可能會有圖畫 我們其中一個位置就是 原來要用文字很精準地描述到 我們透過閉路電視看到的東西 然後想很精確地 令讀者也解釋到 跟我們看到一模一樣的東西 是很困難的一件事 阿星是不是也有這個感覺 是啊 特別是我們剛剛說的那個位置 就是第一場衝突 究竟是怎樣去說 這場衝突裡面的動作 誰做了些什麼 最後我們就很細地寫完每一個動作 差不多每做一件事 我們都寫完 大概寫了差不多四百字 只是一場衝突 希望盡量客觀 和看到什麼就寫什麼 令大家明白 還有另一個深刻的位置就是 我們都需要去拿捏 我們這次報告是重組 重組其實很難免寫新的東西 要寫舊的東西 怎樣衡量新的東西和舊的份量呢 最後我記得寫了很多篇 我們是寫了幾篇 拖過了幾次 改人又改 改人又改 其實這個過程是少少痛苦的 我覺得 因為你又不想說 給一個很片面的畫面給觀眾看 因為大家 我不知道只是寫一些新的東西出來 大家會不會對那件事有足夠的掌握呢 但如果我們寫了太多舊東西的時候 大家會不會覺得 我都看過了 不用你講 特別是講到前立場新聞記者 何桂蘭被集那裡 其實大家 我估計 看得報道的 對這個長口也有點熟悉 但我們又不可以不提 因為我們捕捉到這個場面 和我們重組的時序 就是有這些困難的一面 是呀 我也記得 我自己就覺得 只是從閉路電視 很難完全掌握到整件事的脈絡 所以 我都遇到和阿星當初的問題一樣 就是拿著閉路電視 究竟我看什麼 我的重點在哪 那時候我就用另一個方法 我就是把閉路電視 和我們有的網片交叉比對 那我就覺得 正正是因為閉路電視不清楚 具體內容發生什麼 可能我們會比較看到 一個闊一點的景象 闊一點的畫面 還有它有一個很精確的時間 但是我們看不到細節 但是反過來 那時候其實網上流傳的很多網片 就是有細節 但是沒有時間 是沒有時空的 就是你不知道 誰發生在前 誰發生在後 因為很多片 除了直播的片段之外 他們都是很零碎 是不知道什麼時候上網 又不知道什麼時候下載 所以基本上沒有一個完整的時間點 但是那時候透過閉路電視 我就形容它 就好像一條線一樣 我找到一條線可以穿起 曾經散落在 那些網上流傳的片段 對我來說好像餅碎一樣 但是我現在找到一個方法 好像找到一個貼紙 我把那些餅碎貼在一起 對我來說 我看的時候 就有這樣的感覺 但是當然 最後的結束 當我呈然在文字報道的時候 我記得我們最初 跟阿星的稿改來改去 已經改了幾段 阿紫樂也是好 他是一個新鮮眼 他看的時候就覺得 嗯 這份是一份調查報告 這份不是一份報道 因為我們寫得太細節 所以我就覺得 其實我們這次的分工也很好 就是永遠都有一個新鮮眼 就是用一個 客觀一點 不是當局者迷的角度 去看我們 轉了下去的時候 可能我們有很大的盲點 就是 究竟這份是一份調查報告 還是這份是一份新聞報道 我第一次看這份稿的時候 有些看不明白 就是那個不明白的位置 不是代表我本身不知道那件事 而是 啊很詳細啊 到底我要在 到底我們的故事 我們最新或者最想讀者知道的地方 是什麼呢 嗯 嗯 然後 我看這份其實是看到的 但我看到中間的時候 就開始當失路 有些少覺得自己是 嗯 然後 去到 當然了 去到後面 都知道你們 來回回回回回回回 都很辛苦 做得很辛苦 然後去到最後那個稿 就覺得 嗯 很好啊 這個內容都很好 可以提一提 就是我們 最初製成了這個調查報告的時候 哈哈哈哈 是有八千字的 哦 OK 所以其實是 我沒有計算過 你夠膽做指數統計 哈哈 是啊 我們有看的八千字 是 但後來我們剪到剩下多少千字 好像四千字 哦四千字 那很厲害啊 好開心啊 是呀 紫樂際做得很好啊 是 是 還有我想做多 我們都有一件事 是一直部署做 都是很趕急去馬上做的 我們如果大家有看過我們的報道 就會留意到我們有個專頁 其實就是用一個時間線 就把我們白露電視的圖片 去組成一個用時間線的方法 去把按照時間 去拿一些重點出來 因為我們一直都覺得很卡的位置 就是 不知怎樣用文字去很準確地 表達我們畫面所看到的東西 所以到最後大家都覺得 不行 我們的網站 或者文字報道 一定要有畫面的輔助 這件事就很感激我們的美術同事Helena 就是 她幫我們來來回回做了很多次 就是我們經常覺得 啊 這裡好像不太準確 又要重新做過 因為 也有些技術困難 就是因為我們始終是一個小網媒 譬如我們網站的容量 或者 它收入都是有限制的 那我們就研究過 原來測試過 把一些比較大的影片 放上去 原來我們的網站 根本是無法接觸 或者顯示 所以最後 Helena幫忙做了很多 將它變成一些GIF圖 這樣 我們唯一一件事 就是忘記在GIF圖上 下水印 哈哈 就是這樣 所以那個位置就是 希望那個時間線 都能協助到讀者去理解那件事 不過我自己覺得 如果是整個報道裡面 最容易令人理解的話 就是這條影片 這條影片是最清楚的 因為有網片的解說 不是解說 有網片的配合 就像你剛才說 好像用貼紙 貼上了病缸 也令到我們 會記得 以前我們看過《鏗槍集》 裡面的報道是這樣 我想很多觀眾都好像我們這樣 都很想知道 以前《鏗槍集》 到底你們的做法是怎樣的呢 其實就 其實是累積回來的 我覺得過去幾年的調查工作 每次我都希望 其實我自己做記者都是 我覺得每次在每個報道上 都希望學到一些新的東西 而那些新的東西 就不只是限於那次報道的 你那次報道的經驗 可以大落下一個報道 譬如我覺得今年我做的經驗 其實都是累積至以前 可能我做其他調查 或者做其他體閉路電視的經驗 類積回來的 譬如一開始第一年 我記得我們拿到 首先要懂得下去 現場拿閉路電視片段 那個可能已經是受益於 我那時在《全真蛇》做的 另一個調查報道 就是林子健 那時在旺角聲稱被老 那次的經驗 就令我們知道 下去找現場閉路電視 有什麼要留意 怎樣去遊說商戶 包括時間性要很準確 要很快 還有你不要以為拿到就算 因為你發覺 原來回來的時間 是不對的 那你就要發覺 原來我一定要在現場 有一個對中的東西 譬如去到《七二一發生》的時候 也有同事很快速地 去應變 去問商戶 拿閉路電視 做了對中 所以每一個閉路電視 我們就算他的時間是錯的 我們都大概可以對得回 他最準確的時間在哪裏 以至於分工怎樣做 就是我們不會一個人可以看得完 在分工過程之中 我們怎樣去建立一個有系統的 大家可以共用資料的方法 而又看得回 然後還可以是 cross check 到 對方看到什麼 那些都是學習回來的 所以對我來說 其實我常常都形容 其實閉路電視 其實不是一個終點 不是拿到閉路電視就大了 就是它是一個很中性的工具 我們怎樣利用這個工具 幫我們去找到新的內容 或者有新聞角度的點 其實是看我們怎樣去運用這個工具 其實我想問多一點 對中的做法 就是 譬如閉路電視 今次我們的閉路電視沒有這個問題 因為就是港鐵閉路電視 時間很準確 我也有對過 因為其實19年的時候 因為我們拿回來的原始資料 究竟我們怎樣肯定 它的時間有沒有落差 19年7月的時候 港鐵自己也有出過一個新聞稿 他那時是screen cap 即是截圖 就展示了閉路電視片段 去解釋 為何那時的列車沒有開 我都特意拿回我們今次有的閉路電視 去對比和港鐵當日出的新聞稿 因為那個最官方一定不會錯 都是準確的 我才肯定就是我們的影片的來源 和它的資料是準確的 他們就真的如實反映的時間 即是沒有時間差 但很多時候 雙戶的閉路電視會出現一個問題 就是明明是晚上10時35分發生的 但其實閉路電視可能是設定的問題 它設定的時間是早上8時 於是你就要計清楚 這個閉路電視原來比真實時間 萬十二個小時 或者萬十二個小時 30分鐘23秒 你才可以很準確知道 我們最後在閉路電視畫面 看到時間的時間是否準確 到現場怎樣做 也是以前林子健學回來的 就是拿一個天文台的一個時間 就是最準確的 兩個人在一起 和閉路電視當下 然後就回去計算 所以可能 那時721 我們在雞地拿到閉路電視片段之後 有幾個不同的商戶 他們每個不同的商戶都有不同的時間差 有些人快24分鐘 有些人慢4分鐘 有些人快16分鐘 不知多少秒 所以就不停有一個計算的問題 但是這些就是要 在閉路電視當下 已經要處理 譬如不是同一下處理 你又不知道第二天 你回去看 喂 那個鐘會不會解決了 會不會已經不對了 那你差一點 你差一分鐘 哪怕 都是有一個很大的偏差 尤其我自己學回來的經驗 就是看閉路電視 要很精細 就是你不想 有一個時間上的誤會 因為原來時間是可以很重要 在某些事件上 是的 明白 那你以前做《鏗槍集》 也是要做《721》 那時候你們是怎樣去找一些新的角度 其實我對於新的事件 也是很刺激的 其實我遇過了大家遇過的事情 除了第一年 我們很目標明確 因為第一年721發生之後 我記得那時候我們四個同事做 因為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所以都是覺得毫不猶豫 之後那個星期就要趕制 所以我想製作的時間 可能大概都是一個星期左右 所以就要四個同事分工 第一年我們目標很明確 因為只有這麼短的時間 而第一個星期發生那件事的時候 大家都在問 為什麼警方這麼長的時間不出現 所以如果大家有印象 當年《721元朗黑夜》那一集的主題 就是去解釋 在短短的幾個小時時間裏面 究竟為什麼警方一直都不在 他們去了哪裡 所以我們第一年去看《露露電視》 就很集中看警方出不出現 有沒有警車的痕跡 到第二年 社會有些變化 我們經常說過 《721》的官方定性有點不同 由一個白衣人的施襲 變成黑衣人和白衣人的暴力衝突 或者互相吐鬥 我們就想嘗試拆解這個迷思 於是很自然就會問 白衣人背後是什麼人呢 於是我們當初帶著一個這樣的問題去問 為什麼定性會有變化 但其實我們想不到怎麼做 於是那時候 也是幾個人坐在一起 然後就覺得 不知道做什麼好 除了看監警會報告之外 拿回閉路電視出來看 我覺得很有趣的一個經驗 我想阿星也會分享 就是原來你每次看閉路電視 都會有些新東西發現到 每次看都好像有些東西有看到 是嗎 如果是翌日的話 可能你看回舊片 也會有些發現 是呀 那時候我們就是 第二次 真的很沒有方向的情況之後 就說不如看看閉路電視有沒有靈感 然後又發現 原來在雞地出現的人 是可以跟網片 即是去到元朗站 打人的人 是可以對得回的 他們的衣著特徵都很明顯 當我們都很仔細去進行 即是很認真看 當然都真的要看得很仔細 即是逐秒看 而且是不能回覆的 如果這種看法 你一定是很認真 這個人是不是那個人 然後去比對 然後你找到更多的線索 還有第二次再看的時候 就發覺 我們第一次看的時候 覺得那些車牌很蒙 是看不到的 到第二次看的時候 就發覺 不是所有車牌都那麼蒙 有些車牌還是看到 於是有一個 透過車牌去追蹤 究竟白衣人背後是些什麼人的構思 到了第三年 那時候就幫《立場新聞》做 那時候 都是嘗試再去追溯 究竟 黑衣人帶人入元朗搞事 導致這場衝突發生的論述 是怎樣出現的 於是嘗試透過網上的數據庫 去做一些整合 去追蹤我們認為是謠言的來源 還有那年也是看《白露電視》 就發現 又看到一些我們以前看不到的東西 例如有幾個鄉村的代表 我們是認得他的 所以我覺得《白露電視》 也挺有趣的一個位置 就是 你以為自己每次都看得很仔細 但每次你再重看的時候 你都還會發覺 原來自己是 漏了某些東西 聽你這樣說 好像之前幾年 都是有一個主題在前面 才開始做 你是想找回《論述》的根源 這次是否沒有了這個部署 是呀 剛才我們都檢討過 這次可能真的沒有一個 我想我們最初說 開始要做《七二一》的時候 有一種很茫無頭緒的感覺 今年我自己很坦白說 我做了三年 我覺得 我都好像找不到一個什麼突破 我沒有帶著一個 好像剛才有聲說 有一個很想回答的問題 因為事情好像停止了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感覺 好像之前幾年 都有一些事情發生 還有人在討論 官方還嘗試 對這件事有定性 但是到了今年 我的感覺好像社會的討論 停止了 好像沒有一些新的事情發生 都令我覺得有點忘無頭緒 所以剛才我們自己也檢討 其實如果這次拿不到 不是在最後關鍵的時刻 拿到閉路電視 我會認為這次我們作為編輯的部署 都是做得挺不好的 是挺失敗的 如果最後我們只能夠訪問到 兩個遇襲的傷者 而閉路電視最後沒有出現 所以我覺得也是一個很大的運氣 當然運氣不是天下降下來 我們就嘗試去努力 但是我們也 可能我們的努力就是在於 找到一些新的片段 但是我們剛才有討論過 其實看回其他媒體的報道 不是完全未必有新角度 是不是 嗯 是啊 譬如 譬如看回大城志 和讀媒他們的報道 即是那些人房都是新的 即是他們以前 沒有特別公開去說話 即是都 即是怎麼說呢 你不會每年都會看到這些面孔去說話 而他們說的話 其實都是一些 即是 那個人的想法 那每個人對於721的想法 或者721的想法 其實都會有一點不同 那所以就都覺得是 即是如果和我自己的話 我就真的會覺得自己做得不夠好 然後 還有我又在想 如果是這樣的話 是不是都會有其他的角度 可以試一下做呢 即是譬如我看完他們的 即是看完他們的故事 我都在想 到底今年721有什麼新的 其實 在法庭是有一些新的進展的 即是譬如都知道10月要開審 另外一宗是關於7212 而那是黑衣人的案件 那我是不是可以 即是都試一下找到一些黑衣人 可以去 即是off record 可以聊聊天 即是起碼了解了他們的想法 也好呢 那 即是如果 我那時候知道 我們有CCTV 即是知道CCTV的故事出了 真的有些放下心頭大石的感覺 因為不是那兩個訪問 主力是代表我們的721故事 我覺得很開心 但是同時也會覺得 好像是 主要我故事出了的時候 坦白說我真的有點不開心 即是覺得自己做得不夠好 是的 大概就是這樣 即是我也 我也明白 即是有些事情是必須要做的 例如是這些特定日子的回顧報道 那我就會想回 其實六四過去三十年 即是三十四年 現在就是過去三十幾年 都有很多不同的媒體去做 就是每一年的報道 但其實他們每一年都沒有放棄去做 他們就算想不到新的 他們都會出一些角度去做 我們在第四年做721的時候 是不是不夠努力呢 這個是需要反省 但都很開心 看到不同的媒體 例如大城之獨媒 都做了一些好看的報道 是的 我覺得是一個很好的提醒 即是 在我們覺得 我們有新的東西之外 其實我們都不要忽略 其實很多媒體 其實很多網媒 獨立的媒體 其實都是很努力的 我們面對的挑戰是一樣的 所以可能我們都要提醒 就是下次自己再去想 做報道的時候 如何可以做得更好 我不知道讀者聽到這裡 會不會覺得很奇怪 但我覺得這次雜誌背後很好 因為有這個播放的機會 我們可以 好像一個討論 幾個人一起談 做的時候有什麼做得好 有什麼做得不好 的困難在哪裡 我覺得 除了分享我們 在做這個深度報道之後的故事 其實都反過來 給了一個很好的機會 我們自己去反省和內部檢討 是的 同意 是的 都希望讀者 剛才我們說過 其實我們這次就住7月14年的報道 是有很多不同的內容出現了 首先就有詳細的文字報道 另外就是在我們的網站專頁 有一個時間線的專頁 另外也是在我們的YouTube頻道上 也有一條11分鐘左右的短片 其實不是很長的 所以也不用看很久 希望大家也可以 如果對這個報道有興趣的話 就可以去到我們的網站 以及YouTube頻道 去看有關的報道 因為如果YouTube的影片 的觀看數也不是很多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好吧 歡迎大家下個星期 再收聽這個雜誌背後 還有理想一件事 我們因為那小小的辦公室 剛才好像有些裝修工程進行 希望大家不要介意 這次如果出現一些電轉聲 是正常的 好吧 下集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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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